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能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使我得到的更多 Ean 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聊 十界里面的第六界 十界里面第六界告诉我们说 不可杀人 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不可杀人 但是神在设立第六界的时候 他的心意又是什么呢 我们都会感觉到说 第六界这是想当然而的 不可杀人 不过说真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真的气得很想把他杀了 OK 那么其实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不可杀人 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杀 其实有七个不同的字 而在这个地方所用的 这个Rasa这个字 是很少见的一个字 那么其实如果要正确地翻译这个字 可能把它翻译成谋杀 是更妥当的一件事情 所以是不可谋杀 不可故意地去杀人 那么神学家有这么解释说 其实他的意思 就是指着暴力地去杀死自己的仇敌 那么我们要知道杀人这件事情 神是怎么样地看重这个事情 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 创世记 出埃及记 立位记 民宿记 生命记里面 这摩西五经当中每一卷书 其实都有谈到故意杀人 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是不可以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唯一在五经的 每一卷书里面都提到的一个律法 所以这是很重要 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我们不可杀人 这件事情是神很看重的 在民宿记三十五章里面 其实就有特别提到说 有些罪是可以用暑假 是可以代替的 可是杀人这件事情 是不可以用暑假来代替的 所以这可见 神是多么地看重 不可杀人这件事情 因为人的生命对神来讲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 跟神的样式所被造的 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神圣的 甚至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生命是属于神的 所以当我们在去夺取 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而且是特别是蓄意 夺取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得罪的 不是那一个人 是创造他的神 创造他生命的神 所以举世文明的旧约学者 Walter Kaiser 他这么讲过一句话 他说正因为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 跟样式所创造的 所以杀人者 从这个形象来说 其实他是杀了神 所以他说杀人者 还要面对这个死亡的结果 因为杀人者他所欠的 他其实不是只是欠这个社会 他也不是只是欠受害者 他甚至不能够只是作为一种 预防的措施 来让别人不要再进到这种罪里面 这个Walter Kaiser 他讲的这个事情是 很多人都会有的心态 就是说这些被害者的家属说 我要一命藏一命 他杀了我的家人 所以他也必须要死 或是这个社会说 你是不是恐龙法官 这样子的罪 你竟然还没有判他死 可是其实 当然他可能亏欠了 这个被害者 他也亏欠了这个社会 当然也知道说 很多人说 治乱是用重点 所以这些犯重罪的人 这些夺取别人生命的人 他们也要付上死刑的代价 那么这个是为了要让整个社会 能够知道说 这个行为是非常严重的 可是Walter Kaiser 他这么讲 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杀人者他是欠了神 没有错 因为圣经上在创世纪第九章 也这样告诉我们说 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受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留 所以其实重点是真的 这个生命是神圣的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出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 而且是神圣的 而且神对他都有一个心意 所以其实不可杀人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 甚至是在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里面 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法律 对不对 是 特别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生命的神圣 当侵犯了这个生命的神圣性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神一种极大的冒犯 今天我们视为是 在实践里面 我们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觉得生命权跟财产权 在我们的法律系统里面认为 生命权要远超过财产权 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是来自于圣经的价值 举一个例子来说 在古代的近东文明当中 就有这个解行文字 那个解行文字的法律系统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 他们偷取了别人的财产 侵犯了别人的财产权 他也会被判死刑 他也会被夺走他的生命 但是你知道 在我们的旧约的律法里面 却完完全全没有这样子 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财产是圣经的保护 财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生命的优先 就是远胜过财产 所以这个说明一件事情 属神的律法 其实是优于文明 人类文明的法律 当然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所知道 熟悉的这些现代的法律 其实都深受到圣经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生命远胜过财产 在古代 在人类的自己的想法里面 并不是理所当然 但神来说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一样是所创造的 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以如果侵犯了人的生命 就是侵犯了神 因为刚才你有讲到说 这个不可杀人 这个他的希伯来文的 这个字的独特 其实我们讲到的是 不可谋杀 就是蓄意的杀人 那其实现在 有很多的这个 不可杀人的思维的 一个延伸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 聊一聊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 到底不可杀人不是什么 我想要先提提 这个神学家 叫Walter Zimmerley 他写了一本书叫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Our Line 那这个学者呢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他说 什么叫做不可杀人呢 就是在神所定的界限之外 去夺取人的性命 那什么叫做神所定的界限呢 他就里面 他就说 像譬如说 战争 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争 或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 而去做的正当防卫 或者是说 如果为了执行死刑 这些事情都是在神所定的界限之内 所以神是允许我们为了保护 我们自己而做正当防卫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而在战争 或者是去执行死刑 这些并不是神所定的界限之外 所以在这些 在这些事情之外的 去夺取别人性命 那么那才是不可杀人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 不可杀人 不是指着执行死刑的 这样一个法律制裁 或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战争 当然侵略别人的国家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或者是滥杀无辜 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那些都算 比如说滥杀无辜的这个部分 仍然算是不可杀人的部分 所以我们起来思想 从我们今天的生活来看 这个不可杀人 还有一些的应用 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很贴近的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 很多的年轻人 不管是因为一些的状况 后来他们选择去了结自己的生命 不可杀人 除了讲到别人的生命 也没有包含自己的生命 当然神不可谋杀 当然指的是别人的生命 也指的是自己的生命 不只是别人的生命 是非常神圣的 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是非常神圣 耶稣基督有这样告诉我们说 祂说我们要爱人如己 我们要爱护别人的生命 当然也要爱护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也是神所创造 非常非常宝贵的 所以当然不可杀人这件事情 当然隐含着不应该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自杀 这不是一件神 期待我们去做的事情 这不是一件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珍惜 我们自己的生命 而且事实上总是有方法 可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没有错 其实很多人会说 这是我的生命 我有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 那神其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 要我们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即便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历到一些的不顺遂 即便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历到一些的伤痛 一些的痛苦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生命是神给的 这个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 只有祂才有权利 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权 John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的好 我们常常在鼓励年轻人说 你知道吗 你的时间不是属于你自己的 很多年轻人说 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 所以礼拜六 礼拜天 我不想要到教会去聚会 我不想要参加小组 我想要自己去看电影 交女朋友 逛街 可是我们会告诉他说 其实我们的时间是属于神的 有些人他们不想要奉献 十一奉献 但是我们会告诉他说 我们能够得到金钱的能力 我们能够得到工作的能力 事实上也是来自于神的 对吗 所以我们说 这些金钱也是属于神的 我们说我们的才干 有些时候我们说 这个才干 我有这样的才干 我并不想要被神用 我不想要用在服饰的上面 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的时间 金钱 才干 健康 这些事情都是来自于神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人生前面的道路 也是来自于神 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问说 神这是属于你的 祂要为着你的目的而被使用 也因此我要认真地来寻求 什么是你的目的 你期待我怎么样用我的时间 怎么样用我的金钱 怎么样用我的才干 怎么样用我的婚姻 怎么样用我的人生前面的道路 那么我要说这一切的事情 最根源就是生命 是神把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谈到 关于自杀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要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 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 要为着神的目的而活 那我就必须要来到 这个创造我的生命 也救赎了我的生命 神的面前 因为不只是祂创造了我 祂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创造我 而且祂也为着祂的目的 而救赎了我 祂用重价买赎了我 所以我要问 我要来到神的面前问说 那么你对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计划是什么 我要把我这个生命献给你 我要怎么样子 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你而活呢 也因为祂是创造我的人生 祂对我人生有计划 当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 有些时候是失恋 有些时候遇到人生很大的打击 有些时候在重大的疾病当中 那么也让我们来到这个创造我们 救赎我们的神的面前说 OK 神在你那里有答案 在你那里有出路 请你帮助我 在我承受这些困难患难的时候 为我开一条出路 让我能够忍受得住 同样的逻辑 你其实思想很多 最后会去考虑自杀的人 他们会觉得 好像他们是多余的 好像他们不受到 他们没有感觉到被接纳 他们是被排挤的 他们是边缘的 甚至别人不要他们 父母不要他们 他们感觉没有价值 甚至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甚至别人放弃了他们 他们自己也想放弃自己 可是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讲 其实你的生命 神赐给你代表的是什么 祂爱你 而且祂要你 而且祂不只是接纳你 祂渴望跟你一起连接 在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当中 所以我真的要说 很多人当他们在一个 很负面的思维当中 他们不知道有一位 赐他们生命的主 是他们生命真正的源头 祂爱他们 而且要他们 而且定义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让他们出生 而且看着他们长大 虽然经历到很多人生当中的痛苦 不顺遂 可是对神来讲 神仍然爱着他 神仍然渴望跟他连接 神仍然渴望把盼望 跟爱跟平安 带到他们生命的里面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 如果人只要在当下 可以清楚明白 他们是被要的 他们是被爱的 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 成长过程当中的不顺遂 或者是进入到一些的 打击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被拒绝感 强到一个地步 是他们觉得这个世界 拒绝了他们 可是即便你的感觉 是世界拒绝了你 其实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 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 祂说我要你 祂说我爱你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讲的东西 是非常力量的 真的 不只是神 不要我们自杀 夺取我们自己的生命 谁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生命是太宝贵 是祂所爱的 之所以祂创造我们 是因为祂爱我们 你刚刚切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 有好多他们在生命当中 走上绝路的人 其实他已经认为 他被这个世界所拒绝了 那当我们常常在讲 归属感 归属感的时候 就是说我知道 归属感会带给人们盼望 我知道我仍然属于这个家 在这个家里面 还有很多爱我的人 我归属于神的家 在神的家里面 有好多关心我 在乎我 陪在我身旁的人 这个归属感 其实有一种 另外一个反向的思考 就是属于什么东西 我是属于这个家 我是属于神的家 我是属于神 但我对神说 我对神有归属感 也同时代表一件事情 神 我是属于神 我的生命属于神 有些人杀人是因为 他基于他的恨 他的愤怒 他夺取了别人的生命 这是不对的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的思想 如果我基于 对我自己的灰心 绝望 沮丧 对这个世界的灰暗 而夺取我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重点是 不管是别人的生命 或是我的生命 它都是属于神的 而且都是宝贵的 而且都是宝贵的 另外在不可杀人当中 其实有一个我们也需要来谈的 其实神也不要我们堕胎 其实堕胎 这样的一个行为 本身也是在夺取性命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亚文刚刚怀孕 他怀了第一胎的时候 那种兴奋感跟喜悦感 那个真的是 哇 要做爸爸的对不对 对 我结婚四年之后 然后崔芬刚刚怀孕的时候 那种兴奋 想要尖叫 然后那种感觉 我到现在都记忆游身 然后还有我的 隔了七年半之后 然后我们又怀了老二的时候 那种兴奋真的很开心 但是我要说的是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 在他的里面 其实他身体还没有任何反应 可是他知道 已经有一个baby在里面 已经有一个生命 那个时候他可能吃一个 极小的胚胎 可是他已经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兴奋 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 人们都知道 在肚子里面是一个 可爱的 宝贵的 有着非常美好 灿烂光明未来的生命 对 因为你知道 很多人会觉得 他觉得妇里的胎儿 他的成型 可能一开始 只是身体上面的一个组织 所以他觉得就是 不需要对他负上责任 所以他们会选择 如果他们觉得 对他们的生活来讲 不是方便的 不是在他们时间点想要的 他们会选择堕胎 那其实出于这样 自私的目的 其实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第六节 堕胎本身就是杀人 那因为我们需要 从圣经角度来看 因为圣经上怎么说 在诗篇139篇13节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 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了 OK 所以其实圣经的教导 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知道生命的形成 其实我们可以说 是一个奥秘 你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是大卫所写的 他说我在母腹中 神已经晓得他 在母腹中的时候 神已经复辟在他身上 甚至我们知道很多 在圣经里面的人 神是在母腹当中 就呼召他们 比如说先知耶利米 对不对 神很早就已经 在他的生命被创造的时候 他已经拣选他 做列国的先知了 或是像施洗约翰 约翰在母腹中 他就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生命是神所创造 也是神透过父母亲 要把他生出来 要把他孕育出来的 那我们也需要 明白一件事 就是因为这个生命 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没有权利 可以选择 是否要把他生出来 还是不生出来 我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这个生命 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其实是神 借着我创造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可能父母亲 不想要这个孩子的出生 但是每一个孩子 都是在父神的创造的里面 渴望孕育出来的 不管在什么样的 环境的里面 可能甚至是一个意外 或者是在没有期待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孩子 在神的眼中 他是有呼召 他是有命定 而且他是荣耀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孩子 都是神的创造 也是神带到 这对夫妻当中 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我们应该要知道 这个孩子 他也是属于神 而且神在他身上 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 今天我们谈到说 如果杀人的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跟样式所创造的 所以如果夺取别人的性命 其实就是夺取了 这个神圣的生命 这是一种对神极大的冒犯 杀人的就如同杀神 可是我同时之间 也很喜欢教育文主说的 他说 神使人们能够彼此合而为一 所以每一个人 都对其他人的安全 负有一个责任 那么当我们杀人的时候 就是破坏了神 使人的这个合一的关系 因此杀人之所以 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侵犯了 我们对神的主权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属于神 我们侵犯了对神的主权 我们也破坏了 这个神的形象样式 所创造的人 那另外一个是破坏了 神要我们人之间 拥有的这个合一相爱的关系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会去想说 OK 我不会去杀人 纵然是今天我们谈到了 关于堕胎的议题 或是自杀的议题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 去认同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也不是我会去做的选择 我知道这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要谈得更进一步 其实耶稣在新约里面 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 要给我们这样教导 他说凡事 他说如果我们对弟兄们 有这样子的愤怒 恨他们 那么其实这也像是杀人一样 OK 如果骂弟兄是拉家或魔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 You idiot 或是You fool 你知道就是说 你这样子辱骂他们的时候 这也会受到审判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说一个人在对弟兄怀着 这样的愤怒 怒气 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件事情 甚至在这个怒气里面 甚至基于这个怒气去骂人 我们觉得 如果真的去看 You idiot You fool 甚至在我们今天 很多骂人的话 你们都不觉得是 非常严重的话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 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其实当我们思想 不可杀人的时候 要去思想我们的内心 另外我也非常喜欢 神学家F.B.Huwin 他这么讲的 他说如果去剥削别人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去剥削别人 或是去损害别人的名誉 其实也都是违反了 第六节的今生 对于有些人来说 名誉就是他的生命 去剥削别人 这绝对也不是 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 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 来造男造女 而且赐福给他们 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生命是神最奇妙的创造 也是他给人最宝贵的礼物 因此不可杀人 这个诫命 就说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 跟样式创造的 他是神圣 而不可以侵犯的 可是更进一步的思想 一件事情是 不可杀人的诫命 难道真的 只是消极地告诉我们 不可以去伤害别人的 跟我们自己的生命吗 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既然这个生命 是神的创造 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荣耀神 祂原来创造我们的计划 也让我们能够在别人的生命 这些神所赋予的生命当中 带来最大的祝福 如果我们要真正地 活出这个诫命 要让我们更细心地 去满足别人生命当中的需要 去尊荣人 去服侍人 去爱人 因为祂的生命 是神创造最宝贵的礼物 那是神在他生命当中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